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豐盛 超新的 這裡超厲害的 我跟你講 國際巨星都會來這邊吃 有誰 上安市奈美會 潤 成龍 都會來這邊吃東西 那就是所謂的 用美食拚外交 而且你看看其實這邊 高峰滿座 你看 超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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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那邊好像有一桌 對 他們很熱情 大家都超級熱情的 那就讓我們趕快去享用 我們的外交美食 這家外交美食餐廳 已經有54年的歷史了 已經過了半世紀 超厲害的耶 對啊 而且這半世紀之中 很多人都慕名而來 你看後面的照片 超厲害的 所謂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些大明星從世界各地來 就在這裡駐足 因為這些香味 所以我們一定要請來 這個外交美食後面的幕後功臣 讓我們掌聲歡迎 王晶玲 謝謝 王晶玲好 因為剛剛有講到這家店 其實已經有54年的歷史 所以其實是從你滿年輕的時候 你就開始經營了這一家餐廳 對不對 對 是我們一個家族來的 像我們看這一桌美食 我剛剛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這個 這個紅蟲米糕 你看它這個蟹糕 居然比蟹肉還多 你有看過這麼誇張的紅蟲米糕嗎 沒有耶 一不小心感覺它就要掉下 掉出來了 所以每一隻紅蟲米糕 在上來的時候 它都一定有這樣滿滿的蟹糕嗎 對 幾乎也差不多 幾乎 不好的話我們就會對我們吃一點 那不如我們就來吃一下好了 對 好 先從蟹糕開始吃 你說什麼 蟹糕開始吃 你看 好濃好醇好夠味喔 整整因為你知道嗎 這邊的海鮮實在是太新鮮的 每個人吃到都相當的興奮 大家都可以聽到環境音喔 這不是我們後製加下去喔 這是這邊人 人一吃到這種新鮮海鮮之後的興奮感 對 真的 我來表演一次演繹一次給大家看 我吃的是它的熬 它的熬 好 好新鮮喔 真的很好吃 我剛剛會嚇到大家 我眼睛是快掉出來了 對 它的那個肉啊 它的那個鮮甜味很濃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真的是每一天 真的很用心的在準備 對 接下來我們來吃下一個 我不得不說 這是劉德華的最愛 老伯華 瓦宅的最愛啊 MD老 就是這一個 瓦宅的最愛我來了 太開心了 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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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很像跟華仔煎我一樣 劉德華 劉德華 我覺得我好幸福喔 妳現在這樣也很不舒服喔 誰比較不舒服 我剛剛清探一下 我嘴子都是甜甜的 蜜糖的感覺 對啊 蜜糖的感覺 我要說啊 我剛剛一咬下去 它整個排骨是嫩的 我知道為什麼華仔喜歡吃了 除了新鮮以外 它什麼東西分量都很夠 像我不知道會用筷子 我用手指頭這樣捏捏 我覺得我最興奮的是 我吃完之後還可以吃我手指頭 雲子回味就是這種感覺 雲子回味都來了 劉德華不知道在吃的時候 有沒有這麼活潑 王經理 劉德華來的時候啊 你有看到他怎麼在吃這道菜嗎 我們在劉德華坐上沒有吃 對啊 你們都沒有這樣偷偷這樣 看一下華仔在幹嘛 天王 天王到底是怎麼吃排骨的 對 但是除了劉德華喜歡吃的 我覺得還有很多就是所有的 一定要介紹的 對 一定要介紹的 一定要介紹的 對 像是這個每次來 幾乎每一桌都必點的這一道菜 煎豬肝 這個也是很大塊 真的 你很少看到這麼大一個的 很少看到 對 好香喔 又嫩又綿密 而且你沒有吃到 因為有些人吃這種風感 他會怕有那種 他們不喜歡的味道 就這個沒有 而且它外面的那個醬 看起來很像是很濃郁 其實我覺得是點綴的功能 嫩中帶脆 對 再來我想吃前面這個花枝 超大一個喔 從來沒看過那個 好重喔 要掉下來了嗎 好重喔 從來沒看過那個大顆的花枝耶 來比一下 比眼睛還大耶 真的 比頭都快比頭還要大了 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誇張了 不誇張了 但是放在臉上 大家就會知道它的尺寸 其實是真的很大的 好大的 那這麼大一顆去做的時候 我們是手工去捏 然後還是有模具還怎麼樣嗎 你要炸之前 我們再來 用手這麼一個一個 捏到它的尺寸過去 所以所以要讓它很大個重量 那我要來吃吃它了 好的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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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顆喔 真的 你嘴巴還就是 大顆到這樣 人生第一次吃這麼大顆的花枝 花枝丸 其實這個花枝丸吃起來 我覺得比較天然的感覺 很細膩的麵 除了這個以外是不是還有 還有澎湖絲瓜 你知道澎湖絲瓜有多厲害嗎 多厲害 我吃給你看 好甜喔 很甜 對 澎湖絲瓜就是厲害的 就是它的甜 對 因為澎湖絲瓜 跟一般你理解的絲瓜不一樣 它是那種長型的對不對 就扁扁長長的 對... 看起來特別特別的醜 對... 特別特別的醜 可是像這個甜 它是甜到那種 很像水果的那種甜味 接近水果的甜味 而且有一些絲瓜一組會軟軟的 就是軟軟的 軟掉的感覺 它不會 可是它剛剛吃我嘴巴 還有那種咳 就是它有脆脆的感覺 好好吃 我們講了一口好菜 對啊 但做不出來 不會做 不會做不出來 現在年輕人的一個必定 但我剛剛說其實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試 好 雞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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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捲去很多 你去不同的地方吃雞捲 去吃雞捲 都會吃到這家店的靈魂 這家店的一個個性 因為它裡頭抱的東西都不一樣 我們來一起吃吧 好... 這裡面是什麼肉啊 雞肉 雞肉 有醃過是不是 有處理過 有醃過 有醃過 它頭感好紮實喔 就是那種你知道外面吃 有些那種就是 你咬下去沒有那麼多料 然後就是唇好像吃那種 好像在吃皮一樣 它這裡面是它裡面的料 已經多過於外面的皮 皮是薄薄酥脆脆的 對 我知道那個王經理 剛剛為什麼一直說 你們要熱的吃 因為熱的吃 它的皮會脆 對 對 因為剛剛炸起來 對 接下來要吃那個 我可以吃蝦蝦嗎 對 吃蝦子 你快要吃它的蝦蝦了 它其實蝦子料理的方式 沒有說什麼特別標心利益 它就是蒜頭蔥去爆炒 對 可是我覺得它真的太新鮮 所以你剛剛是這樣輕輕一弄 它那個殼就掉下來了 肥美 鮮甜 這就是它 有彈到我的牙齒 有彈到我的牙齒 最後我要來吃這個了 這個 這個佛跳牆 佛跳牆 這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佛跳牆超厲害 超乎你想像 為什麼 因為一般佛跳牆都是很大一宗 很大一宗 但是這個佛跳牆是給個人吃的耶 對啊 因為像我啊 自己超級喜歡吃佛跳牆 對 可是如果那種紅鍋的人 如果沒有那麼想吃的話 就會讓你覺得有點不太好意思點 對 但是如果你有個人的話 那就太好了 而且我看一下這個料 吃一看 好快速 沒有 干貝 鮑魚 海參 栗子 香菇 雞肉 排骨 豬腳 有豬腳耶 天啊 芋頭 洋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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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很多 天啊 你知道佛跳牆 原名叫做福壽泉 什麼意思 就是它的原名 以前叫做福壽泉 就是好像吃了 就是還滿吉祥的感 因為它裡頭料很多 真的 然後是因為那個 它的香味太濃郁了 然後就有人說 它的香味香到 那個在打坐的那些人 佛都跳起來了 對 都跳出來了 對 所以才會叫它 叫佛跳起來 怎麼了 它跳起來了 因為香味濃郁 對 很香耶 我光這樣子 就聞到它的香味 這給你… 直接喝 我超想喝湯的 直接喝 我來享用你囉 好 它這個裡面 我剛剛吃料啊 它有滿滿的海味耶 因為它的海鮮量 其實放非常多在裡面 但它的湯頭 我覺得因為 剛剛有講說 有雞 有豬 然後又有那個豬腳 重點是因為它放了芋頭 對 我覺得芋頭在裡頭 你剛剛夾它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點點經理 軟爛化開了 所以它的湯頭 是非常濃稠濃郁的 好好吃喔 真的很棒 我覺得今天來這邊 吃到現在 我非常的滿足 你滿足了喔 你不可以滿足耶 我不可以滿足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你以為經理只有這樣嗎 大俠 豐富不止這一招啊 沒錯 請賜教 它對面還有一家厲害的啊 厲害的 對 我們現在在吃台式的 去對面會不一樣嗎 是日式的 別有一番風味 也是大明星 超新喔 你看這個鰻魚 它把它煎到這樣子 是亮 公斤油亮亮的 好 一百元 一百元 我們一賣完就為止了 三十幾碗就沒有了 所以算是 很稀有 很稀有 我們現在在吃台式的 去對面會不一樣嗎 是日式的 別有一番風味 也是大明星 聽說 快去吃吃看 我們可以過去嗎 那經理帶我們去吧 好 好耶 超新的 天啊 好興奮喔 對啊 經理為什麼那個 之前開了一家台 吃料理店 後來又有什麼想法要派自家 入市 因為我們就是它的鰻魚是活的 我們台灣的產品 台灣的產品最高級就是 運銷到日本去 所以我們就 就召集一些專業的廚師 來做這樣的一個吃 因為在台灣 我們有時候想要吃鰻魚 鰻魚銷出去了 又把它買回來 變冷凍的 但是這邊的鰻魚它就是活鰻 它每天新鮮的就是 現處理 對 新鮮處理 然後你來吃的時候 都是非常的新鮮 對 然後我的算是一個單點 就一個人來吃 男生吃都非常夠的一個份量 給你們看一下 它是有分大小兩種 我的這個是大的 大的 大的 我來先吃吃看 你看這個鰻魚 它把它煎到這樣子 怎麼樣... 好香喔 它外面真的煎到這樣子 恰恰的 但是它裡頭那鰻魚魚肉 我覺得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的油脂跟我平常吃的 那種鰻魚油脂不大一樣 有的時候我們吃的鰻魚油脂 太高了 好像下去會覺得軟軟的 比較偏軟 但它其實吃到的是有運動 然後有點嚼勁的那種口感 然後它的醬汁 很厲害嗎 其他鰻魚是比較甜一點的那個醬 醬汁比較甜 你們醬汁有去做調整 沒有那麼的甜對不對 對... 比較台灣人素的口味 很香喔 趕快試試看那個飯 妳怎麼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換魚飯飯很重要 對 我覺得它鰻魚的香味 整個就已經進到那個飯裡頭了 真的 那個飯的鰻魚味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我剛吃了一口鰻魚 對 它的飯的鰻魚味我覺得還很濃耶 真的 比剛剛鰻魚還要濃的感覺 真的啊 可是它的精華都已經這樣 被那個飯吸收了 那你的套菜裡面還有一個 剛剛經理有講到的就是 超酷的 他把那個頭拿去做了湯 鰻魚燉湯 對 好香喔 好香喔 這個是什麼 這是鰻魚燉湯 鰻魚燉湯 裡頭有枸杞還有 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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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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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聞到那種魚香跟蛋 就是中藥的那個香味 淡淡的香味 對 他其實很清甜耶 對 因為剛剛裡頭有說有放當歸 但有一些人會覺得當歸的那種 中藥味會比較重一點 但其實我剛剛在喝的時候 的確是有帶一點淡淡的中藥香 可是喝下去的時候 你不會有覺得有一種 你在喝 真的在喝那種中藥湯的感覺 都是比較溫順的 真的是很順的 就到你的喉嚨裡面 不過我好奇的是 一天這裡有說進多少鰻魚嗎 這樣 這邊我們看剛剛要 用多少量吃出來 因為它除了鰻魚之外 也有其他的料理 對 大概700尾 我們賣完就為止了 所以你看100尾的 每三個頭只有一碗湯 所以其實它 所以只有 數學不好 對… 30幾碗就沒有了 所以算是很稀有的 很稀有 在這邊除了這個湯 滿稀有的以外 還有一個東西 什麼 你猜猜看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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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鰻魚肝 鰻魚肝 對 它這一串 也是三隻鰻魚對不對 對 一尾只有一個肝 對 一尾豬有三尾了 中午來找的時候有吃到 到晚上可能都沒有 都吃不到 所以這是今天特別留給我們的 對不對 所以後面那些客人都吃不到 對不對 太好了 對啊 因為我跟你講那個 我們介紹的小小聲一點 對 他們想說 鰻魚肝怎麼會 為什麼我們沒有 這樣 因為其實他們這邊聲音 真的太好了 對 真的 所以通常很多中午來吃 惹到的東西 你晚上聽到想要來就沒了 不一定吃得到 你吃吃看 我吃吃看 對不對 綿綿的 可是 它還是有那個 其實吃內臟的那種口感 是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不會真的好像是咬到 這個很難 很難跟你們說 怎麼樣 因為它還有一些 它是這樣子一個圓形的感覺 然後它邊邊的地方 還是會有一點像是 你吃雞心的時候 吃到它的那個 一點點血管的那種口感 對 QQ的 然後有口感 然後再是中間的那一個部分的話 就會有的是你所有那種軟體 那種感覺 對 可是它不粉 它不會像那種一些 它不是粉的 有些什麼豬肝什麼的 會粉粉的 它不會 它是綿綿的 它很像慕斯那種感覺 就吃這樣咬開來的時候 就很像那種鹹的慕斯 然後你吃了 咬開來它就會化開 那沒有那個內臟的那種 沒有... 那種內臟你們內心想像的 內臟的腥味 不會有 對 完全沒有 但你的套餐好像還有甜 那個前菜 對 我還有前菜耶 這個是滿大隻的美麟蝦 對 我們剛剛有看到的滿大 對 我剛剛有看到 那個超柏條條的名蝦 這是我們台灣叫做 現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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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鮮的 每天現撈的 好好吃喔 好吃喔 因為它這個蝦子新鮮 因為你一吃進去 它雖然它上面有淋那個沙拉醬 但是你完全還是可以吃到 新鮮的海味 就是因為新鮮的蝦子 有一個香的味道 你知道嗎 你就是聞到你就知道 新鮮喔 新鮮的味道 因為就是一般沒有那麼新鮮的蝦子 吃不出來的一種海味 然後如果你平常吃蝦子 你可能只會聞那個頭 對 你可以聞到那個香味 可是它是整個肉裡面 都有那個香味 但當然除此之外 到日本料理店 大家都一定會吃生魚片 除了新鮮不在話下 這個生魚片太大一片 而且這個太澎湃 你看它這個超級厚耶 我要拿起來 這個大概有1.5公分吧 1公分 跟我的手指一樣厚耶 真的 跟我的手指一樣 你看 比我的手指還要厚 你手指怎麼出這麼細的 好奇怪耶 對 這是妳這樣 這是這樣子耶 而且每一片都這麼厚耶 您這些海鮮是不是 都是自己挑選的 對...年輕的 一樣的精選的 精選的 對... 就是每天晚上挑選的嗎 我聽說您都會 都會自己親自一個挑選的 對啊 所以要自己挑選 好 那妳自己要挑食材 妳幾點要起床啊 我啊 那在法式的工作之後 才可以睡覺 所以妳都幾點睡覺啊 不好意思講 基本沒在睡覺啊 天亮... 天亮 天亮才睡 天啊 只是因為要確定 真的每一份食材都是 對 真的耶 就是這樣子跟那個 日本的職人精神一樣耶 所以妳點的每一道菜 妳都不用擔心 因為每一個都是精選的 真的 所以現在經理看 妳吃那個生魚片 他會非常揍妳啊 對 因為我剛剛就是把那個芥末 是不是不可以這樣弄 在日本吃不能這樣弄 對啊 看自己喜愛就好了 喜愛就好了啦 個人習慣... 他閉著眼睛這樣 好 夠了 不會 喜歡這個鮭魚耶 天啊 我本來就是鮭魚控 就是我很喜歡撒西米的種類 是鮭魚 第一個這個很厚 很厚實 所以你吃起來那個爽度超高 真的 然後第二個是 這個很新鮮 所以你吃起來 它那個魚肉啊 是會有點化開這樣 就是你吃進去是很 很入口即化的 真的 然後你嘴巴裡面都會有那個 就是你知道魚的那種香味 香氣 因為鮭魚它的特色 就是它的鮭魚的獨特 它自己有的一個體香 對... 鮭魚就是大家愛吃它 就是它那個香的鮭魚 它現在已經融入 在我的嘴巴裡面了 對 你看起來 你也長得像一條鮭魚 對 我也變成一隻鮭魚了 在剛剛吃的過程當中 沒有啦 開玩笑 我有點想吃一下這個 軟絲 對 他說這個老人家也很適合吃 我來試試看 牙口不好也可以吃嗎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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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剛剛吃那筷子我拿不好 滑到我嘴巴裡頭去了 真的 不然我原本就想要 分一半給你們看 因為它算很好咬的 可是它非常的Q 非常的有彈性 我喜歡 而且我覺得它這邊的醬都是 很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對 就是不會太鹹 然後不會到那種重到 你會覺得吃起來吃幾口 就會有點膩那樣子也不會 不會 而且因為它的海鮮 都是非常的新鮮 對 所以它的調味只是一點點 然後不會讓你是覺得說 我怎麼都吃不到 那個海鮮的鮮味 都不會 對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因為常常大家都在抱怨說 我的工作好累喔 什麼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工作裡面 找到那種幸福感 我們其實做每件事情 都會非常的憧憬 我們也可以把每一件事情 做到一個頂尖的那種程度 對 就像那個梅子 梅子阿姨這樣子 對 然後每一個客人進來 不只她自己很幸福 每一個人來吃的也很幸福 對 再一次謝謝我們的梅子阿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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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歡迎一下我的好朋友 齊錦悅 歡迎小悅兒 小悅兒 大家怎麼就叫她小悅兒就可以了 哈囉 妳好 嗨 新朋友 你好 我是阿姨 沒有吧 但是這邊空間變得很大嗎 對 為什麼 為什麼這邊就完全打破東西啊 我不知道什麼事 還是我們要重新打一次 不是 因為他們兩個 因為你們兩個太瘦了 所以我現在就要做這樣子 才可以顯瘦是不是 對 我腰已經凹著 而且妳已經快躲到我後面 對 然後我就等一下這樣 好...妳今天先回家好了 好...趕快 第一個要吃什麼 我們就先從炸的開始吃 好 好...大家夾... 自己拿給國民女友 讓她幫妳服務 對 我夾不到嘛 願望 你看她順便幫妳服務了 妳是順便 對 我覺得國民女友不是很好當 真的 你們這有比較遠嗎 對 很貼心 你看我朋友就是這樣子 真的 這是幫忙忙加分 對 妳就扣負一分 扣負一分是正的 扣負一分 嚇我一跳 還有得扣 好 那我們一起吃吧 好 我覺得大家建議大家可以 因為這個 它這個肌肉呢 很嫩 很嫩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第一口 先吃原味 嗯 小月妳覺得怎麼樣 我很愛吃 因為我一擦一擦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香氣是 直接竄出來 妳有覺得出國的感覺嗎 有 我有一種就是 太多了嗎 她剛剛一直夾 是不是太好吃了 而且她的肥瘦剛剛好 好 小月就是這樣 很嫩 而且很香 我什麼都還沒有加 它就已經有一種香氣在 Amy很厲害耶 妳的舌頭 我真的很愛吃 真的 妳也算是老超級的 我是超級吃貨 所以我就是可以為了吃東西 跑很遠 像今天 一聽到她吃東西 我超級 厲害 其實她剛剛在高雄辦那個 全場會 特別做高品 但是我覺得妳怎麼那麼快 就答應了 豐盛普普 真的 因為剛剛小月兒說到 她這個雞肉 有一個很特別的香味 她選用的那個雞腿肉 所以很嫩 然後她有先醃過 然後她選用的那種醃醬 都是屬於我們 就平常會吃的那種 比較傳統味 就是中國人會吃的 一些像是花雕酒之類 所以就會有特別的香氣 好 我幫妳擦好了 妳擦下去 國民女友 可以二又再一次 妳下禮拜二有空嗎 對 那個雪寶好像沒空來 妳要不要來戴白 妳真的很遠 要不然妳要站起來 然後這樣捨過去很累 真的 妳不要猜錯我 阿諾為我們變很好了耶 那個有的時候妳知道嗎 現實就是這樣 必須讓大家知道 就是世界上的擺味 有一個人情味就是這樣 就是台灣擺味 不是 妳們覺得這個醬好不好 這醬是那個 吃越南盒粉的時候 都會遇到那個 四拉叉醬 那個醬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它除了剛剛妳說 那個四拉叉醬以外 它裡頭還有那個 很濃郁的蒜頭味 所以它有加進去 所以你單吃的時候 其實妳會吃到一個 其實滿純粹的一個 類似中式炸雞有醃過的 然後因為它的雞腿肉嫩以外 那妳吃下去 妳再加醬 再加那個醬 妳就會覺得那個味道層次 就會更不一樣 因為它這樣辣辣的 就是變成說妳喜歡吃辣的人 妳就可以吃比較重口味的感覺 對 好吧 那來吃我個人 特別特別喜歡的這一道 油風鴨腿麵了 這上面是什麼菜啊 這個是 芝麻菜 芝麻葉 是 對 阿姆妳真的特別喜歡吃芝麻菜 我特別喜歡吃芝麻葉 它就是芝麻菜了 好可怕 怎麼這樣子 因為芝麻葉的那個 營養成本也是滿高的 這油風鴨腿其實很特別 因為它是那種 油風鴨腿其實算是法國的 就是那種家常菜啦 就是大家法國人都很知道 然後也都會很喜歡吃的一道菜 你知道嗎 油風跟一般你想到的油炸 它原來就是它溫度沒那麼高 對 那油風其實它就是用低溫的方式 讓那個肉在熟的過程 但是它的那個汁 它的汁肉汁是不會就瞬間被帶走 所以它就用低溫的 對 它不會乾掉 而且它這樣子的方式可以保有 它的那個香味更濃郁 因為它有點像醃漬的感覺 因為要8小時常溫 那你剛剛吃了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的嫩 那個鴨油的那個香味 非常的濃郁 然後你剛剛吃下去 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的麵其實是很有嚼勁的 它的麵 因為我以前對寬麵的印象 就是有一些會煮得太爛 或是很硬 但是它就是剛剛好 咬下去的時候 有一種就是 它就是在藉著中間 最剛好的那個完美比例 然後它的肉 因為我是用切的 我是會直接咬 我會技術不好 所以我用切的 然後它完全是不會切不斷或坎西 咬的時候 它也不會卡牙齒 是很順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香氣是直接竄出來 它不會到很鹹很膩 不會很油 它進去的時候 有一種很清爽的感覺 然後搭配到這個菜 會讓我覺得這道很完美 很完美 很完美喔 我覺得這一道雖然說 有點算是異國料理 對 對 但是我覺得 閃東人應該會很喜歡 為什麼 因為麵食主一直啊 就很喜歡吃那種 麵吃下去的時候 那種麵體還會有一點麵香 然後它有那彈牙的感覺 它是有厚度的麵 它不只寬 它還有厚度 所以你在咬的時候 你雖然吃到那個 那個蘑菇味道非常的香 然後外面的醬汁這樣 非常的濃稠 但是你咬一咬的時候 麵的那個麵體 麵腥的感覺 是可以吃得出來 好 下一道呢 這個是宜蘭格瑪蘭豬排 豬排 是的 算是 它有帶骨的 但它也有幫我們把那個 骨頭冰冰的肉 已經切下來了 這好適合淑女吃的 來 讓我們幫你 來 幫誰啊 幫這個淑女 來 我現在已經有學會了 你看我現在表現得怎麼樣 不錯吧 不錯 對 位子的我很貼心 你怎麼 你怎麼那麼貼心 可能只有今天而已 因為我等一下就忘記了 這個只有一個帶骨 它其實是一整片帶骨的那個豬排 可是它幫我們一片一片把它切好了 之後它還留了一塊骨頭 對 其實是喜歡啃骨頭邊邊肉的人 就會非常愛 有些人會覺得骨頭旁邊如果帶筋 或什麼會不好咬 但沒有 它其實真的是處理到 它的肉是非常的有彈性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就是有筋 我覺得它是很比較沒什麼筋 帶筋的豬肉 那我想問一下小月兒 借到你滿意嗎 她剛剛已經一直吃一直吃 對啊 我剛剛看妳 光一直看到有人在蘸醬 一直吃 醬很好吃耶 我就是原本吃原味 然後已經吃完一塊 我這是第二塊 但我真的覺得它原味就很香了 然後我就愛上它的醬 味道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呢 它的醬其實味道有一點複雜 但是不辣 就是 就甜甜的 然後它又酸酸的 然後就是配上這個豬肉就是 整個味道是一個很新的味道 其實我以前沒有吃過 但是很好吃 很新奇 對 因為其實這個主廚他在製作的時候 他想要把你帶到地中海 所以他是用那種希臘優格 對 然後去做一些其他的去打醉 還有小黃瓜在裡面 就是他把它打在一起就是了 所以就妳有覺得出國的感覺嗎 有 我有一種就是 我吃太多了嗎 不曉得 他剛剛一直夾... 而且它的肥瘦剛剛好 它其實妳吃得到它的肥肉 對 但卻不會油膩 我超愛它的肥肉 它的肥肉吃起來就是那種 是不會很油 但是也是咬下去會覺得軟軟的 然後又很好吃 很香 你們有沒有吃過和牛 平常 有 然後有沒有發現它跟一般的和牛的顏色 好像在生一點點 有... 就對 鮮豔一點點 為什麼 吃下去就可以讓你吃到那種 肥美軟嫩的感覺 對 這就是它厲害之處 它是來自澳洲的巧克力朋友 真的吃巧克力 妳生過得比我還要好 真的是 每天嗎 每天吃巧克力 它真的會吃嗎 對 所以其實如果 你現在安靜下來 不要有任何聲音 不要有任何的雜念去咀嚼它 它其實會有堅果的香味 我們到另外一個世界了嗎 就是這是什麼 我覺得它在跳舞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就是在桃園上 有這種感覺 是不是 但它其實還有青醬 它特別調製的青醬 對 您試試看吧 小月兒 妳怎麼才沒對我那麼客氣過 謝謝 好棒 因為它粉絲人數太多了 不要隨便那個 真的耶 沒有... 妳不要得罪那個國民運 我覺得我今天受醜肉精 對 爸爸今天被翻牌了 翻牌了 真的耶 因為一般來講 我會以為青醬 它可能有一些會很油 但是它這個青醬也是很... 就像前面幾道都很清爽 然後它很香 它有一種香氣 對 所以大家來吃的時候 一定要先吃原味 任何好吃的肉 一定要先吃原味 再沾旁邊 煮出特調的這些醬汁 就會走到不一定人生的階段 妳看我們已經聊到 人生另外一個階段 對 我看妳們也吃了那麼多 可是我們還有耶 還有 還有 妳今天真的是這個主人做得好啊 對 我跟妳說 我今天拿出的鴨香寶出來了 那還不趕快拿出來 那我們來歡迎我的鴨香寶 大家好 這是義大利進口的新鮮白送路 看看 廚房裡的鑽石 就是那個啦 就是它 我從來沒看過它 讓我體驗一下 好 小心... 這個價值不菲耶 這樣一顆 好 考你們一個嘗試 好 問我 2010年有一個1.3公斤左右的白送路 那時候 妳說 妳猜它拍賣賣了多少錢 1.3 約1.3公斤 2000萬 我跟這沒有概念 但是2000萬是不是也很高 那主廚妳救她一下 妳幫她拍一個數字 剛剛拍很可愛的主廚 那我們就來一個 我這首歌是新鮮的 它叫做比心小心鮮 1 2 1 2 3 4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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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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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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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很高級的食材 但是難道要我們直接客嗎 這樣我不好意思耶 這樣我大概吃好幾萬耶 對啊 要吃好幾萬 這邊的話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 我們自己手工做的雞蛋寬麵 那這邊我會幫你們 爬上新鮮的白松露 線桃耶 這麼多 天啊 觀眾朋友 你們聞不到 太香 太香了 平常我們很常吃到的就是一些 黑松露製作的一些 其實不管是薯條 義大利麵 多數都是黑松露 他們是直接入菜 然後但是白松露 它其實烹調上面有個限制 它沒有辦法烹煮在食材裡面 它烹煮之後 它的香氣反而不會像黑松露這樣子 變得濃郁 或者是跑到食材裡不會 所以它一定只能生吃 所以剛剛主廚就現逃 你給我送過好多 謝謝 對啊 製作就是麵鎮友誼的時候 怎麼樣… 超香 而且麵好Q喔 這個麵很特別 你們有特別怎麼做嗎 這是我們自己用意大利的麵粉 還有杜蘭小麥粉 在店裡面自己製作的 搭配上一個帕達諾的乳酪 然後還有一個有機蛋的蛋黃 拌在裡面 然後再刨上這個 來自意大利阿爾巴的新鮮白松露 因為白松露其實只有意大利油對不對 對 意大利的最主要的產品 所以它真的就是非常珍貴 但是我覺得你厲害的是 你是使用我覺得非常簡單的 一個烹調方式 因為就不像剛剛其他 一定要裡面 可能還會有蘑菇還有什麼 它是因為主要要襯托 它那個白松露的香味 對 因為我們在品嘗白松露的時候 就是以一個最簡單的烹調方式 去呈現就可以了 因為說是法國人 他們在吃松露料理的話 他們也很喜歡去跟雞蛋去做搭配 雞蛋是一個最常會搭配的 比如說像松露炒蛋這樣子的料理 都是很普遍的 真的很棒 今天很有口福 真的 真的很開心 不過呢 你們以為吃完這就沒了嗎 這不是最愛吃到嗎 沒有 怎麼可能只有這樣 你看著雪寶吃 怎麼可能只吃少少的 這麼好 主廚 甜點... 對 我們接下來還會幫 三位美女準備兩道好吃的甜點 太好了 謝謝主廚 好幸福 那我現在幫大家準備囉 謝謝 好 謝謝 吃甜點了 女人的另外一個胃要開始啟動 太棒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蘋果茶 其實它像這個蘋果台 是那種傳統的那個 法式點心裡面的經典 可是它那個餅皮是用杏仁餅皮 好酷 真的好酷喔 這個聲音 那我要吃那一個 妳怎麼會變啊 女人就是善變的 我們可以就是一起吃 好 我聽到那個聲音了 真的 太驚人了 太驚人了 我會嚇到 它那個餅皮是杏仁餅皮 不是一般的餅皮 因為一般的餅皮的話 你可能只會聞到那種香味對不對 餅皮的香味 可是杏仁餅皮會讓你 多了一個和果的味道 你吃吃看 我聽到阿諾在 它的每一片是這樣薄薄的 像紙一樣 然後非常的脆 然後吃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 你有沒有聽到我們吃 那個杏仁餅乾 有 它就是那種薄薄的杏仁餅乾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好酷 我剛剛沒有配到 我剛剛就是因為我覺得 那個餅乾的那個香味 對 我想吃它的原味 而且我想吃它的那個脆度 它配冰淇淋超好吃的耶 就它那個冰淇淋 就整個融進去 它那個香味裡面超棒 而且濃郁的南香 妳們吃到蘋果了嗎 我沒吃到蘋果 在雙邊這邊 我有吃到蘋果 它是整個很香 我其實對甜點也有一個 一定程度的喜愛 女生湯通常是這樣子 都是有另外一個味 對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平常吃蘋果派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我腦子想的 不知道跟你們一樣一不一樣 就是這樣一個圓圓的 就有點像檸檬塔那種感覺 或者是大塊的 然後它已經把它切成三角形 就是它的餅皮 比較像披薩有個厚度 但它這個是屬於一種 千層麵的概念 很千層 對 非常薄脆的一個口感 然後那接下來來吃 我的最愛吧 其實我給它一個小小 我自己的名字 就是巧克力跟他的好朋友們 你知道為什麼 對 悶喔 對啊 我發現了 因為它是巧克力 然後再加香蕉 冰淇淋 它是那個巧克力慕斯 所以怎麼樣 它下面是有點餅乾的感覺 對 所以它不是整片都是慕斯 因為我剛剛切下去的時候 它底部是有那個脆感的 那個餅乾碎片之類的 去弄成的那一層 剛剛切下去就是有那種感覺 彈戀愛的感覺 彈戀愛的感覺 而且我剛剛說好朋友們 沒有發現還有一個好朋友 我知道了 好香濃的花香味 我知道另外一個好朋友是誰 另外一個好朋友 是香蕉 對 就是要沾上另外一個好朋友 這個是香蕉冰淇淋耶 對 而且它是就是兩個一起吃 它是那個花生 然後加上香蕉的味道 疊在一起 我沒有吃過這種搭配 好好吃 三個好朋友 今天要請我的好朋友來 是為什麼 因為他唱歌比你好聽 對 他唱得很好聽 反正余音繞人還在這邊 好像還有人 不是 因為我剛剛在楊海 已經讓路人都很痛苦了 所以我們決定行 我真的會唱歌的朋友 來小唱一段好不好 好啊 就是手勢給你們 因為我準備了這個 還是我們比手勢就好 好… 妳教我們一下 然後我這首歌就是新歌 然後它是一首可愛的歌 就是跟我們今天的那種氣氛很搭 然後它叫做 比心小幸福 所以有比心的動作 你要一起唱嗎 沒有 沒有辦法… 我不要嗎 真的會破壞你 只能有一個舞蹈的部分 我們會出力 真的不差嗎 好 R1 R2 R1 2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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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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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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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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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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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保我自尋為美食掏客 相信一區這麼時尚的地方 當然也是我常會出沒的地點啦 這間高級牛排餐酒館 離101超級近 對面又是貴婦百貨 不只地點時尚 它高雅的氣氛 沉穩的木質裝潢與皮沙發 讓你一走進店裡的那一刻 就能感受到什麼是低調奢華 因為我們家餐廳 最主要是以牛肉為主 然後我們的設備 當然是以烤牛肉為主的設備技術 就像你們剛剛看到裡面 第一 我們有煎板 當然煎牛肉一定要煎 一定是有煎板 那加上我們有一台叫Mondaki 是高溫烤箱 然後另外一台叫Jash Pro 那是西班牙的烤箱 這兩台烤箱其實價格都便宜 然後你如果說 這個都是米芹集等星期的廚房 它會用到到時的烤箱 而店內最受歡迎的牛排 是特選Prime本級的 咀嚼起來軟嫩多汁 香味也足夠 是來店客人的第一首選 像我們這邊的烤箱方法 就是說先煎牛肉 煎完以後會進 那個所謂台叫低分烤箱去 去靜置 靜置完以後會再上那一台 Mondaki去烤上色 然後最後再進去那台 那個叫Jash Pro的西班牙烤箱 去烤它的香味出來 所以說我們的牛肉 出來的呈現方面 會有淡淡的那個木炭的香味出來 近年來在食用豬肉品界 最流行的就莫過於伊比利豬了 但是一分錢一分貨 既希望有一定的水準 又希望價格能夠盡量清明 所以針對不吃牛的客群 特別選擇宜蘭格瑪蘭豬 利用低溫舒肥方式 將原本烹調過久 就會容易乾柴的豬肉 處理到內部熟透軟嫩 再進果木烤箱尋賞色 並且讓它帶一探香 讓來這裡的客人 對於品嘗豬排 又有一次別出新材的體驗 雖然店裡主打的強項是牛排 但海鮮也是來店客人 相當喜愛的選擇之一 對主廚來說 雖然海鮮湯是許多地方都能喝到的湯品 但其中的海鮮是請廠商每天新鮮配送 經過煎烤的程序 引出海鮮本身的美味 而湯底也是用大量的蝦殼魚骨 長時間燉煮而出的精華 因此海味十足 鮮甜濃郁 千層面雖然是相當經典的義式料理 但是在高級餐廳裡卻是相當少見 將大量的起司 蔬菜 以及麵皮層層堆疊 重複要至少四次以上的堆疊工序 再進入烤箱烘烤 是相當耗食 而且做工繁複的一道料理 一般餐廳講求快速出餐 所以不會準備這樣複雜的料理 也因此這道餐點 成為黃主廚相當推薦 而且相當受到歡迎的一道料理 裡面會有起司 然後會有烤過的蔬菜 然後烤過的蔬菜 都是以當令私令的食材去處理的 然後每一層蔬菜 一層面皮跟起司 然後一層蔬菜一層面皮 幾乎加一加大概四層 然後我們裡面的蔬菜有茄子 有茄瓜 有番茄 杏鮑菇 這些去呈現它 出來的話那個特色還不錯 吃起來也不會太油膩 就是很濃郁的那個蔬菜香味 把來店的客人當作是家人朋友 把店裡的廚房當作是自家廚房 這就是黃金銘主廚 帶領整個料理團隊的堅持與用心 做完美的一件事情 然後希望每一位客人來 都會很滿意的離開 讓他們覺得說這個地方 雖然是像家裡的廚房一樣 可以吃得很自由自在 它東西 品質 我也幫你把你 就讓你自己做到 你真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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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無情